街像往常一样,在工地的一角,开山挖石,忙碌着 那天是傍晚了,五点多的时候 我轻轻一碰,那个石头滚下来了 然后那个,就发现有点大蛇了 有三米多长,有陈生文秋 我都会年轻的发展,真的会发展,太大了 以前有见过,但是没有这么大 几个人决定今天还是赶紧收工回去,看大蟒蛇能不能自己走掉 第二天,工人们早早来到工地,赶紧去看,蟒蛇走没走 还发现那条蛇还在那边,那个地方 这蟒蛇怎么不走呢 好像还处在那东边去 果然蟒蛇的眼睛是闭着的,可情况怎么不太对劲呢 我走过去看的时候,发现那个,看去尾部的地方有一个瘦伤 它的伤口又深又大,有十几厘米长 在施工过程还没发现石的时候,它这个石头掉下来,把这个石砸伤了 通常情况下,蛇受了伤,它们会自己回山上找草药疗伤 可是这条蟒蛇还在冬眠,它的腹部有一半都裂开了 是一个大大的人字型的伤口,内脏都出来了 大蟒蛇又在这山里过了一夜,再不救,恐怕来不及了 我们就通知有关部门,赶快来处理这件事 到现场了以后,这个蛇已经钻到那个石缝里面去了 这冬眠的蛇怎么还能动呢?在场的人可能十分害怕 北方的蛇到冬眠的时候可能就非常僵硬了,以后一动不会动 它南方的一些洞穴里头,岩石缝里头这些生存的时候 最低的温度也得超过十度以上 这样它就处于一种半冬眠的状态 人一动它的时候,它也会动,有的时候它也可以攻击人 这让在场的人都感到害怕,可是蟒蛇身上又有伤,还是必须要救它 其他人只敢远远地看着,只有会抓蛇的马亮独自靠近了蟒蛇 这时大蟒蛇好像并不明白,人们好意要救它 只是一个劲地往石头堆里钻 最后只能看到一小段蛇尾巴 怎么才能让蛇出来呢 好几个人的两个来了 好几个人的两个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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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几个人的两个来啦